你看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点 你点这个点它这边是会产生变化 可是这个点所代表的是全部 能不能单独点到这个点答案是不行 所以你必须要把下面 你看当我点了一下它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点了这个点 现在是不是全部当我点了这个点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整个年度 你就不能用整个年度来去比较 因为我明明是要比较什么 11月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点下面这个黑色点 它是不是指整个年度 这边是不是2016年的1月到12月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刚刚这一个就是针对同期比较 我发现2015年跟2016年 近两年的分析中 11月 它的销售业绩是下滑的 销售量是下滑的 那怎么样去找出来这个关键的 你看到是一回事 你还会分析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 联动分析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首先把这张图复制 然后第一页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叫联动分析3 然后贴上 贴上了以后呢 我稍微把它缩小 可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能要把这个也复制过来 这个也复制过来 所以其实最快的做法 干脆就直接复制页面 好 那再做一次 复制 选到它 然后复制 然后贴过来 贴上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想要去看 那个子类别产品的一个销售情形 所以我就画出子类别的销售额直标图 然后去做分析 去做一个 等一下为了方便我们看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把它做大一点 这个地方我把它做大一点 然后排序一下 排序 按照销售额排序 然后显示资料好了 资料标签 那可是这个图不可以点这个点 你点这个点 点一下它所代表是 整个这一年 2015年的所有的资料 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张图啊 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复制它 贴上 请问一下 我希望放这个连续的2016年 2015年 2016年 各月的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要把这张图呢 首先改成直条图 然后 回复原状 把它改成 向下探索 这个连续向下探索 这边是不是2015年 2015年 2016年 四季 好 再往下 向下探索 所以 这边出现的是什么 2015年 例如说 这边是11月 11月是这里面 2015年最高的 这是11月 可以吧 然后呢 这边是会看到 那为了我们上个方便 所以我刻意的把它拉到最右边点 所以相对的这张图 稍微往右边去一点 好 这边有看到2016年11月 在这边 可以吗 倒数第二个 就是2016年11月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点这一个 2015年11月 你会发现 前五名 前五名 然后第六 第七 第八 这好像都是平平的 有看到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点 2016年 看一下 你看 前五名 掉了很多的是椅子 2016年11月 掉了很多是椅子 我们再点回去 有看到吗 椅子 椅子 本来在这个地方 可能是平平的 平平的 可是到我点到2016年 它好像就是 其他都上升 但是椅子是下降 再来还有一点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三项 到了2016年 是不是 这个收纳具 跟什么 跟桌子 都下降 因为这是因为 我们看那个单一性 那个一个月 一个月的销售 跟整个四年的销售 这样子会产生 就是比较不好看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吗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里 让别人去了解 如果我们现在看2016年 它往下滑 它掉也不是掉很多 但是至少可以发现 椅子还有收纳具 以及桌子 这边是有影响的 桌子应该还有印象吧 当我们在做那个动态分析的时候 桌子在这边 2016年 那个桌子 真的影响很大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件事情吗 所以这个联动分析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通常主管看到 这样子一张图的时候 他就在这边点点了 点来点去 来去做 发现说这个问题点 发现了这个问题点 接下来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在 这几张图上面去找到 真实的结果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想我们就 给你稍微一分钟时间来稍微整理一下 不要点这个折线 这个折线点下去 它也是代表一整年 只有点那个直条图 才可以去做一些联动的 一个视觉化分析 好 请你们再去玩一下 ifa 2021 这个字页